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书学的美是像艺术一样 是一种表达 书学是总结这个世界的规律的一个法则 你怎么去寻找这个真理 你必须要有一个视角 可能一个数学家理解这个世界别的方面 也是透过认识数学家的方法去认识的 美的产生 韵律的产生 这都有规律 应该说从小就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从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想能解决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就是说第一是要解决问题 第二是要解题的时候要给出正确的解 不仅仅是说逻辑上正确 而是从美学来讲的话是正确 比如说你走一步就可以达到那个地方 你走了几步才到 从我的观点来讲不是最好的解决 为什么我对自己要求高 我想多多少少从我父亲那边学来 我父亲的把他的要求表达出来 可是他没有给你任何压力 应该是说他是对自己要求 那你看他的例子 你会学到什么样对自己要求 而不是说对别人要求很高 我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 哪怕很多困难 都是在互相努力的这种精神 这种气氛度过的 我父亲鼓励我们每一个做一个有用的人 小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些科学家的故事 黄罗跟他说他回国服务 在外面收拼做教授他还是回国服务 小的时候有受一些传统的教育 所以我对古文是没有什么陌生的 特别喜欢那个诗歌 很短的句子是可以表达非常深的意义 其实数学是挺浪漫的一个经验 对我来讲 因为你有很多希望达到的高度 那你要利用你的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是一个诗人特别有的一种感怀吧 对文学有感触的人 我觉得他在做数学的话 应该也可以更扩大一点 我从小要找原理的人 要找根本的人 我有这种原动力要学一些新的东西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对语言感兴趣 我觉得人都是要用语言来沟通的 这么不一样的语言中间 它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譬如说我现在看这本书 叫《Google Linguistic Genical》 一本非常经典的比较语言学的教材 这本是Romance Language的一类 比如说这本我最近翻的一本是西班牙语的新闻法 是啊 应该赢吧 应该 这叫《七国成功》 最根据是第一步 中学一年级到五年级 就是同班同学 他学是很广播 我中学的时候不太告诉别人我在学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太想跟别人不一样 懂太多东西的话 人家不跟你做朋友 他是一个很国善 很平易尽人的人 他有很多个学生也很有名 不同地方 外国也很有名 当一个世界的数学家 很小的时候有这个想法 然后慢慢地 逐渐地把它实现 在世界里面到处去讲学 到处跟人沟通 这也是我西中一首诗的背景 就是说我喜欢到处 找不同数学背景 不同数学教育的研究人 跟他们交换意见 我住在九龙很远的地方 每天都要坐船 所以每天都见海 很喜欢小轮 有一种面对世界的感觉 我的各种各样的兴趣互相影响 可能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下 就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你就是你的学问的总和 你学到一些东西的话 总会影响你的世界观 你一个人一定要用尽你的能力 为民族服务 为世界服务 为你的城市服务 为你的家庭服务 这是我从来有的一种责任 那么你的天分有多少 你自己也不知道 假如说你天分应该是很高的 你没有达到那个高度的话 你是浪费的自己 你假如天分没有那么高的话 你很努力 尽量接近这个水平 那你已经勇敢 过了一生 我回来香港很短的时间 就决定着长留在香港 把我本来有的职位都辞退了 迟到今天 我二十八年了 这是我的地方 我生长的地方 而且是在这个地方努力 那努力的痕迹是可以看见的 对香港大学做出我的贡献 对香港的科研也做出我的贡献 我一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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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股 但是, die Mathematik ist die Königin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ie Architekt ist die Königin Mathematika jezinnaia nauka все neue и neue связи возникают иногда samim 私もいくつか teri no 発見をしましたけど 決して自分で考え 出したという気が しないんですね 昔からそこにあった ものを it is impossible to be a mathematician without being a poet in Seoul